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 台湾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统一呢? 这点呢 其实早有国学大师和易经大师 曾世强教授做出了预测 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讲到 2024年将是东升西降中 最为关键的一个年份了 在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格局 都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今年 就发生两件很有趣的事情 2024年4月1日 马英九刚到大陆两天时间 4月3日七时五十八分 台湾花莲县海域突然发生7.3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无独有偶 4月20日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率青年团抵达深圳 4月22日22时11分 台湾花莲县海域 突然又发生5.9级地震 震源深度9千米 4月23日2026分 花莲县海域发生了6.3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如果把两件事割裂开来看 我们本以为 是日本福岛排放核污水导致的 毕竟 日本福岛排放核污水已经有一年多 日本也相继发生了几次地震 如今 核污水到了台湾海域 影响台湾附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联系看来 两位前国民党主席到大陆访问 同时发生地震 意味着什么 要知道 台湾本身就是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位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 聚合交界地带 地壳运动活跃 由于板块互相推挤 挤压 地震频发 历史上地震记录众多 但是 还是有新的网友 搬出艺学大师程世强的话 程世强以前说过 龟山断 台湾龟 也就是说 台湾的龟山发生断裂的时候 就是台湾回归的时候 台湾一栏有个著名景点 龟山岛 4月3日7时58分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的7.3级地震 龟山岛也断了一部分 大量土石崩落到海中 这是否意味着 台湾即将回归 不过台湾是否能够统一 单纯的依靠天象 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因为台湾最终的结局不在天下 而与台湾当权人息息相关 不久前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以558万票胜出 将于520正式就职 终结八年政党轮替的魔咒 民进党迈向执政12年 更延续他自己的不败记录 不过废陀占星权威李敬伟警告 金星即将从天蝎的甘达 进入射手的甘达 金星跟内心的安全感 与认同感有关 也跟秘密 背叛有关 所以选后 民众的恐慌焦虑也达到高点 身为少数总统的赖清德未来之路 会分外艰辛 顺风顺水的金星大运 即将要结束 李敬伟将赖清德的格局 以废陀占星和铁板神术交叉精算 发现他已经走了将近20年的金星大运 官运一路非常顺遂 选前不论在野党如何打压 都毫发无伤 而且就在1月13号那天 他正走金星大运 水星流月 水星是最望他事业的一颗星 所以最终拿到四成选票 只是2024和2025将是赖清德任期 非常煎熬的两年 虽然拥有最高的权力 但他废陀占星象征团队的宫位凶星齐聚 再加上季都 这颗跟前因有关的凶星 2024年11月29日进入处女座 同时也在他的团队工 代表之后的幕僚伙伴未来是非会很多 或是很多政策施展不开 对比蔡英文 赖清德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一个多月以来 有一件事是最为尴尬的 那就是蔡英文时代 无论蔡英文说什么 国际上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都有支持的声音 包括蔡英文一直宣称的 两岸互不隶属 但是 赖清德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赖清德公然表达新两国论 不断向外界释放两岸互不隶属后 却得不到响应的反馈 具体来说 赖清德上台之后 在公开场合 起码喊了三次两国互不隶属 两岸主权互不隶属 可是国际上一点支持的声音都没有 美国没有吭声 欧洲国家没有吭声 就连日韩 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吭声 这对于赖清德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暴击 赖清德的塔罗密码是愚人皇帝 意味是一个大辣辣指重大方向 而不是很注重细节的领导人 这点从他的处女做 被打得一塌糊涂就可看出 今年赖清德的流年 走恋人 代表最大的功课就是 处理好政党和外交之间的人际关系 不过 如今的台湾尽管有中美两国看管 但说话常常不按牌里出牌的赖清德 可能会随时带给大家 惊吓 甚或引起国际恐慌 这点从当选之后 股市连续大跌 外资大举撤出 即可看出 接下来最让人担忧的是 中共即将对台湾 寄出什么样的制裁 紧接着就是二 一立法院长选举 身为少数总统的赖清德 要如何壮士断腕 才能切割掉不好的团队分子 对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不管怎么说 大家的希望就是期待新任总统 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和平之路 虽然 以星象来看并不容易 但命运除了定数还有变量 大家一起为台湾祈福 很多人不相信曾世强这个预言 是不是真的 但放眼曾世强教授的一生 他曾经做过很多预言 并且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 曾世强的预言 2015年 曾世强在台湾参加完寄天大典后 回到大陆继续讲学 并向学生们讲解了寄天时的导文 他在演讲中说 未来五年 会是一个人类死亡非常多的阶段 而导致这一切的可能是一场瘟疫 它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没有直接有效的药物可以针对治疗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 非常多的一个时期 尤其是中原地区 十分危险 一定要多加注意 同时曾世强还表示 老天是有眼的人类对大自然做好事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老天都会降下相应的赏赐或是惩罚 而这场瘟疫就是老天给人类的惩罚 警告人类一定要安分守己 不可继续贪婪 掠夺大自然 起初人们对于这样的言论 基本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甚至可以说毫不在意 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医疗条件如此优越 即便真的出现传染性疾病 也肯定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刚刚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 打脸永远来的是那么快 就在跟老师说过五年之后 人类陷入了这种杀伤力极高的瘟疫中 大量的人类死亡 各地封闭交通 隔离人群 数不清的学校 以及商场停课歇业 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沉寂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全球感染瘟疫的人数超过了4、46亿 而死亡人数也已突破600万大关 按照《易经》的记载 我们之所以会引来天道如此大的惩罚 主要原因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犯了错 用曾世强老师的话来说 是人类不够安分守己 只会贪婪的掠夺大自然 尤其是最近的两三百年 人类毫无节制的掠夺 简直到达了巅峰 从人口数量来说 全球人口数量在三年前 就已经达到85亿 人口的疯狂增长 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 给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直接导致了水资源匮乏 动植物物种灭绝 以及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 人类必须反思自己做下的恶行 一定不能任其发展 任其膨胀 否则天会收你 就目前来看 曾世强老师的预测 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 那他预言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提前五年就精准预测了瘟疫的爆发 他是依靠什么预言的 二 曾世强与易经的不解之源 曾老师高中毕业后 就开始前往各个国家游学的旅程 由于十分优秀的学业 他很快获得了美国 英国等著名大学的硕士学位 但曾老师并没有留在国外 而是选择回到台湾继续发光发热 回国后的曾老师 选择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在国学方面非常有造诣 尤其对著名古籍易经的解读 更是让很多想看又看不懂的人 可以很快入门 而曾老师跟易经的缘分来自他三十九岁那年 当时曾老师因为生病 每天都头重脚轻 就连上两层楼都气喘吁吁 再加上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 更是让他医度 焦头烂额到了失眠的地步 后来在父亲的教导下 曾老师开始研读易经 起初的他并不明白自己的病 会与易经之间有什么关联 直到父亲劝告他说 如果你只把易经 当作一个算命看风水的工具 那就大错特错了 毕竟是一本讲道理的书 如果能全心研读 你将会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法则 听了父亲的劝告 曾老师开始静下心来 并在1990年对我国国运做出了预测 易经与国运 曾老师自信地讲道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将迅速崛起 2044年的时候成为世界强国 要知道 中国当时的GDP排名 远在巴西和西班牙之后 还进不了世界前十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曾老师的这一番言论 是在给国人打一记强心针 然而 这是曾老师用易经推演出来的 根据我国过往的历史总结 每七百年 中国就会出现一次特大盛事 纵观有记载的华夏史 第一个繁荣盛事是在周公时期 作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 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其政治方面的繁荣和稳定 是无可比拟的 单单是从法治 分封治以及礼悦三大制度 就流传上千年 第二个繁荣盛事是在汉武帝时期 刘彻破匈奴争大冤 南征北战 使得大汉王朝升危远波 随后又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让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 独领风骚 两千多年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丝绸之路的开辟 更是第一次将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世界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还喜欢自称汉人 七百年后的第三个繁荣盛事 是在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的过程中 立下赫赫战功 其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津乐道 宋扬备制 对内 唐太宗实行文治天下 例行节约 劝克农丧 开创了贞观之志 对外开疆拓土 攻灭东突厥与薛颜驼 征服高昌等国家 让各民族容 恰相处 为此 北方各民族都共同尊称 其为天可汉 再往后就是明太祖时期 作为不一天子 朱元璋一生勤于正事 剑术颇多 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 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 促成明朝前期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的局面 甚至还影响到满清王朝 明太祖对内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 设三思分掌权力 加强皇权 对外大力加强海外交流 恢复中华宗主国地位 名称祖年号为永乐 后世的史学家称 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之后再加上七百年 就是2044年 所以曾老师才说2044年中国 将成为世界强国 不过曾老师还在另一个预言中 提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怎么回事 三 三战将来 医学大师曾世强表示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因为无三不成立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必然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是武力战争 不是外交战争 而是文化战争 光明日报指出 在互联网的驱动下 文化的传播和扩散 正在飞速地加快 主流文化正在不断成长 而且更多的主流文化将出现 那些新型国家的文化 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空间 也正在积极成为文化多极世界中的一级 未来更多的主流文化 也将会根据地区和人口 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大家都在进行着软实力的竞争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不是军事战争 而是文化战争 并且已经开打 打得非常激烈 不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源自于在七千多年文明发展中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 而美国文化因为没有气度 老天给他一百年的时间 他没有弄好 所以曾老师才会说中华文化将要主导全球 此外 曾老师还表示 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分崩离析 因为美国违反了一条天理 这是中国人最清楚的 只要你灭人家的国家 人家一定灭你 人家灭不了 天会灭你 本世纪以来 美国经历的三次大危机 无疑是美国从巅峰走向衰落的催化期 轰炸的发生 四代危机 还有失控的瘟疫 这一点不止曾老师一个人说过 印度神童阿南德 美国的世界富豪马斯克 都预言到了这一点 而且曾老师还预言说 西方人发展科技 给今天的人类造成了五大危机 这五大危机是人类在最近的三十年之内 都会面临到的 缺水 缺土 缺粮 缺人 缺德 相关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有超过十亿人 生活在缺水地区 到2025年将有多达35亿人面临缺水 缺水也意味着缺土缺粮 根据相关的消息报道 2021年 全球饥饿状态在恶化 全球超过八亿人口 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 而我国之所以还没有陷入缺粮危机 还要感谢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 若是没有他 估计我国早就没有足够的粮食了 真的特别感谢 那些为国家做贡献的科学家 正是因为他们的任劳任怨 势必公亲 我们才能在动荡的国际中安定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